好的 車友們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車款呢 是Mazda CX-9 那這部車 當車高降低之後 因為它後方的懸吊系統 是多連桿的 所以三代的Mazda 3 還有CX-5還有CX-9 它基本的底盤都是共用的 那它後方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在降低之後 後輪的Camber角度會變趴 那經理手機有一個 這部車之前有定位過的一個數據 那大概是兩指多的時候 它的後輪的Camber角度 這個是後輪的Camber角度 降低之後的Camber的話 大概-2.1度左右 所以它的後輪 其實可以做微幅的 竖角跟Camber的調整 那在這一顆螺絲上面 這一顆螺絲 這一顆螺絲 是偏心螺絲 當這一顆螺絲調整的時候 它的主要的竖角會改變 但Camber的話 剛剛的-2.2度這個 也會微幅改變 可是這一台車高已經降低了 那一顆偏心的螺絲 已經把Camber角度已經做到最緊繃了 可是還是不夠啊 它後輪的Camber角度還是太趴 做一點誇張的比例呢 就是像輪胎 它已經會這樣子了 所以它比較容易會吃輪胎的內側 這邊的磨耗會比較快 所以我們希望呢 幫它改一個陽角調整器 藉由陽角調整器的改變呢 讓它這個角度 能夠移動的範圍會比較多 本來是這樣-2度 希望它做得比較正一點點 輪胎的磨耗會比較均勻 所以今天的改裝 是把這個後方 後輪的陽角 因為它陽角沒辦法做調整啊 所以要把它改成可調式的 藉由這個長短改變 來改變後輪Camber的角度 所以這個是後CX9 後方的陽角 那這個就變成是可調式的喔 藉由這裡的長短調整 來改變Camber的角度 所以這個裝這個的話 它後輪的話就會磨耗比較均勻 就不容易吃輪胎的內側 以上是介紹 為什麼要改這一台的 後面的陽角調整器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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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